一輛白色轎車靠邊就停在警車正前方 看似沒問題 只是再多看一眼就覺得哪裡不太對勁 那輛不是新款車嗎 車牌怎麼怪怪的 上前藍茶果然當場抓到 舊吧車上駕駛有武器 立刻呼叫支援警力 他被團團包圍 發現藏不了了 只好乖乖坦誠 19號凌晨3點多 遠景在花蓮市區巡邏 發現一名零性駕駛開著新款車輛 卻懸掛舊車牌 當下他馬上坦誠 因為酒駕被吊扣車牌兩年 要到2025年才能繼續使用 乾脆跟朋友借 為了不被警方發現 特意找來同品牌 同顏色的車仔細比對 車燈保險桿明顯不一樣 舊款的是2003年份出廠 新款則是2017年 整整相差14年 這下玩樂連朋友也遭殃 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12條予以告發取締 並將車牌兩面扣腳回 監理站採除 現場將該車車輛一致保管 依規定遭註銷車牌之車輛 不能行駛於道路上 車主被連開三張罰單 最重罰三萬多元 不僅新車不能上路 連朋友的車牌也被吊扣 大費周章找來車牌 顏色品牌甚至車型都相當類似 以為萬無一時大辣辣上路 就這麼剛好 遠景懂車會辨認 這回停個車意外露出馬叫 TVBS新聞高中研身份花蓮採訪報導